大家好,這邊是軍事風格高莊簡 今天來介紹 1903步槍 那 裝上這把 是1903 A3步槍 那本工作室只有A3型 那 也有分A1型跟A4型 那這兩把槍本工作室沒有 所以我們只能開槍 A4型的步槍 我們就邊看細節邊跟大家介紹 我們來看一下1903步槍的細節 來,我們先看槍脫步 這邊有一個游弧式 跟負屏 負屏頭 的位置 這邊可以放負屏接 然後呢,我們再往上看 我們看到 那個 罩門座 A3的罩門座長這樣子 那如果是A1 或早期型的 他們罩門是有標尺的 會在這個位置 那我們只有A3 所以我們只能講A3的 A3呢,就跟我們上一集講 M2卡屏槍跟M0卡屏槍 後期型是一樣的 是可以調左右 左右是條封偏 然後呢 上下的是條距離 然後呢 槍機是 全掌式避鎖槍機 如果我們今天要拆槍機呢 槍機卡榫 撥到中間位置 可以抽出我們的 槍機 然後呢 這裡 是 保險 往 右邊扳 就是往 槍機拉柄的方向扳呢 是 那個 開保險 然後往左邊 地方開呢 是關保險 就會起發 然後呢 如果今天 你的 槍堂內 還有子彈 可是你已經起發了 他 急針打上去子彈後 子彈沒有飛出去 那我們可能是 急針沒有敲到位 可以再拉一次這裡 拉這邊 重新 使急針往後 可以再急發一次 如果 子彈還是沒有打出去 輕易把子彈 退殼推出來 換新的子彈 前面 前面 這個 槍杯帶環呢 是月斌用的槍杯帶環 可以把杯帶拉長 然後比較好看 就是比較 不會像這樣子 朗朗的 然後呢 刺刀座 可以上M1刺刀 跟1905刺刀 那我們等一下會跟大家演示 那 準星座呢 準星座的部分 是採用那個 A1 到A3的 準星座是一樣 可是A4是狙擊板 它就沒有準星座 它只有一個狙擊鏡 然後呢 槍杯帶的部分 槍杯帶有 皮質槍杯帶 跟帆布槍杯帶 這兩款做選擇 那我們先來介紹那個 1905刺刀跟 M1葛蘭特刺刀 我先把它抽出來給大家看 1905刺刀呢 裝備於戰艦期 然後二次大戰初期 美軍也也是有使用 那中後期呢 已經換成 M1葛蘭特刺刀 那你看 初期型的真的很長 那之後的就變短 你叫一下 然後我們再把刺刀放回去 然後我們先來 上次刀啊 那我們先來上 1905刺刀 呃上面 這兩款 是美軍的彈帶 那 這款呢 卡其色的 二戰版式 然後下面呢 是韓戰的 然後呢 下面這兩款 都是國軍 國軍所仿造的彈帶 那大家可以看到 美軍的 第一個有打印 國軍的沒有 那 美軍的車工呢 比較精良 國軍的車工 非常的粗糙 那 美軍的彈帶呢 從 那個抗戰 到內戰 都有使用 千台初期也有 那 國軍的呢 通常都是千台 初期後 才有自己所仿造的所生產 57步槍 出現後 這種彈帶就沒有在做使用了 就換成另外一種 那我們現在來介紹一下 那個 1903步槍 為什麼在中國戰場 因為 抗戰的中後期 美援進來了 然後 美援 這個物資啊 有裝備給 駐印軍 跟 閃兵部隊 那是中後期了 那可是那時候裝備呢 只有 A1型比較多 那我們之後也會補 A1型的圖片給大家看 當然也有A3型 那 到了 那個內戰 內戰呢 剛開始打 是有美元的 可是越打 美國因為你在打仗 美國 不喜歡 這樣子 所以就 斷美元 沒有美元了 那那時候呢 美元的子彈呢 是7.62x63 我給大家看一下7.62x63的子彈 這就是出生的 7.62x63的子彈 點30的 那當時的中國軍隊呢 是採用中正式的 7.92x57的子彈 這兩種子彈呢 不同用 那怎麼辦 1903改航線 改打 7.92x57的毛射彈 1903就換了個名字叫花旗中正 那有些老兵說 之前打 點30彈的 1903步槍呢 非常好 這是必然的 因為 美國的工業實力 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當初像我們中國 那時候的工業實力 因為一直在打仗 工業實力一直在 搬遷 然後 也不穩定 不成熟 所以製造出來的步槍 不是很精確 不是很精準 所以 大家拿到 美元的武器 都說 裝備新的精良 那 到了台灣之後呢 韓戰開始 美元又進來了 所以美國又要求我們 換成他們點30的彈 點30的 那 我再跟各位啊 補充個小知識 從 美元 就是從 抗戰中後期 到 千台初期呢 國軍 是沒有 M1葛蘭特步槍的 那時候 因為在打韓戰 很多M1葛蘭特 都直接先給韓軍做使用 所以 國軍比較晚才拿到 在民國46年呢 之後才有 M1葛蘭特的出現 謝謝 各位觀看我們 軍事風格高中節 把影片看完啊 多看廣告啊 這樣我們才有實質的收益 對 有錢的出錢 有利的出力 希望大家可以把影片看完 請訂閱我們 軍事風格高中節 先回去 下部 感谢观看